又是日本空运到港开箱时间 上次有一个这样的盒开箱给大家看 就是我身后最喜欢的Yamaha CD Player 我为了我喜欢到一个地步 就是要买黑胶盘来配搭它的颜色 所以终于又让我找到另外一个 是Condition 又挺漂亮 但是木材又配搭一系列的黑胶盘 我现在就开箱给大家了 就是我玩Hifi玩到这个地步 玩到这个地步的意思不是说我聪明 只不过是花了很多钱 玩到这个地步到最后 就发觉根本就不是追求任何的听感 或者什么声音的质素的问题 根本就是追求那个样子 总之这个声音不要太坏就行了 也不会坏的 我后面的Yamaha 除了样子也很好的声音 好像包得挺好的 那当然是二手的 不会一手的 我估计都不会找到一些New Old Stock 这个没有什么花 还有很完好的下加力盖 接着就是一支鼻 这支鼻子也有封路线和底线的 接着就去到 最帥哥的东西 究竟我一个人能不能拿到呢 我先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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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木盘 好 我放在这里 接着拿开个照片 再给大家看 不是 还有 还有就是 那个Patter 这个刀很重 这个是人家健身室那些 那些举重的旁边的瓦铃 可以这样放进去 这个很重 应该就拿完了 你看到这个箱子就知道了 这个就是Yamaha 2000L的黑胶盘 回到来 有这么大的木 就找一支English Oil 好像很难买 这支东西 不断抹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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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布抹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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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抹� 大家好,我是Keever,我是HK-68的负责人 今天就和司徒一起玩一下这个 叫做入门的Yamaha 2000L 盘 不要说入门,其实它高了一级的 2000L 盘是入门,我觉得我已经不是最便宜的 其实差不多了,正常来说 这个盘是否漂亮的? 这个盘是很漂亮的,很漂亮的 我没有买错的,当然没有买错 我买的那个价是OK的 这个盘是没得说的 不用说了,你继续介绍 今天这个盘是很简单的,就是一个女生的盘子 很重的,这个盘子有什么特别呢? 它是大盘子设计,比平时的唱片大很多 我拿一个来对比一下 这个就是平时的标准的盘子 但是盘子设计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因为它拿碟的时候很方便的 你手一放进去 哦,就是这个盘子设计 就被盘子设计? 对,以前的设计已经很贴心了 哦,这样的 我以为为什么这么奇怪呢? 这么大,但是有这么重了很多 对,重了很多 而且你放在盘子上,看起来的盘子 气势 没错,一开始我就说玩样子了 这个就是玩样的设计 那我们首先,最简单就是把盘子设计上去 这个轴扇的位置 这个有没有任何要注意的? 需要和它抹一下油吗? 不要管它 其实它里面已经有油的 而且它是直驱盘 这样就比较简洁一点 控速,转速也不用怎样调整 明白 最好就是两个人帮忙 你看到这个位置的厂 还有你对准的洞的位置 记住要对准的洞的位置 对,这样放进去 我们男人对对准的洞洞也应该 对,也很准的 对,等等 放进去之后,你试试它转动 那可以的,顺便滑滑滑 你可以查到这个盘子有没有问题 如果你发现它转动的时候,卡卡卡 这个盘可能有机会有问题 那现在有没有问题? 现在很信,你知道吗? 很信 它很开心 你看它的惯性 好 我们一直看到的停为止 其实是有排队的 对 好,继续 因为正常好的盘子的盘子 如果好呢 它的惯性会很长 如果盘子 你转一下,大约几秒钟 你又停了 代表它的续性不是太 就是它的惯性越长 其实就越好 对,越稳定 对,越稳定 另外 其实它也叫做主角的 就是它的长臂 叫做YA39 这支鼻子 这支鼻子挺特别的 你可以讲解一下 它有一支叫做连体的鼻子 就连在底座 它连在一支鼻线 其实挺好的 地线都包给你了 是的 我挺喜欢这些 就是不用自己配 而且 YAMAHA本身也算是挺重的 是的,有些人很搞笑 它都会拆开它 所以不喜欢它的原装线 那么拆开它 你去看线 不要 是的 那我们终于原装 当然是习惯原装的东西 那这支鼻子 看回它 它是9寸鼻 它还有一个挺特别的地方 就是有一个自动起鼻的装置 是的 这个很有趣 你调校好了之后 当唱鼻唱到去 例如去到碟边的时候 它自动会帮你起了一支针 如果你睡着了 或者去到哪里的厕所 睡着了 那它也不会继续磨针 好啊 安装的时候 其实挺简单的 你看到 其实盘里面 有一条线 就会刺了出来了 这条线 这条线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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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线 其实就是接着 自动起针器的电源 你可以刺进去 照弄它 它是一个老 这个位置 你可以试一下 很简单 很简单 可以 刺了 刺了之后 首先 放进去 放进去 其实对上的形 你看到这里有洞形 对 对上的洞形 放进去就可以了 基本上 就好了 那 不用 佔任何东西 不用佔任何东西 对 接着有一小袋 叫做 螺丝 这粒很大粒螺丝 就是固定回来 就是把银子固定 固定 它不会移动 明白 我们先放进去 让它不会先走 因为这个 这个勾子 好像用来这样 夹着 夹着 真的 很细心 好 现在把那两粒 很大粒螺丝固定好 令到鼻子不会走 最安全 扭住 扭住之后 如何 扭住之后 你会看到 有一粒 好像一粒 一粒 是什么 就是这支鼻子的偏压 如何装 你会看到 在鼻子的招牌上 前面有一个小孔 这个小孔 你刺下去 这个真的未见过 对 很有趣 刺下去 这个 银子向这边 把银子勾进去 手势更好 哦 青铜 是的 因为我们 这些细心的东西 其实 女人做可能会更好 我外面有很多女人 我先勾在这个位置 这条银子有什么特别呢 你看到有很多蝦蚊 有很多个隔 其实它是代表偏压的数值 哦 最右 由右 向外数 就是没有东西 如果这样一格隔就交了 现在最低 现在最高 现在最高 是的 由内部最低 一直到最重 最重的偏压 明白 因为有些厂臂 通常可以扭扭扭扭 有些厂臂 有一种厂臂 就是用银子 和这个 叫做 这个就没有了 这个就没有了 这个就是银子 这个就是银子 还有最后一个部罩 就是这个 这个很重 这个 它的 银子 就是银子 尾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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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 都可以叫称图 是的 都可以称图 因为就是用来 平衡前面的重量 是的 基本上 你放进去 这支银子就完整了 是的 完整了 不是完成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银子 完整 用了必要的武力之后 终于可以把这支银子称图出来 这支银子有什么用 这支银子就会插在这个位置 你记得了 有个孔 你插在银子 插在这个位置 插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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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就是插在那里 插在那里 插在那里 是 如果不是就是4天 插在那里 插在那里 如果万一它不准那怎么办 基本上很少不准 直驱盘 除非如果直驱盘不准的话 那就比较麻烦了 有机会被电子关了 即使这个插进去也是好看的 是好看的 就是知道你是在用多少转 你不用看这个按钮 这个按钮就知道多少转 那现在是我们设置针还是设置什么 现在最好是我们先放好位置 然后就调好水平 就是调好水平 因为脚可以调到水平 现在先调好水平 我们先搬到后面 先搬到后面 在这个锅盆里我们先滑滑手 这样就玩了 这个位置已经很英俊了 看到了吗? 这里有一块木 是否可以当水平 对,可以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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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插进去电子之后 我们先试试它的转动 转动 挺顺畅的 由于我按了45转 所以45转就变成了 我们试试转到33 也挺快的 对,因为如果是走直驱盆 转速的电门是很快的 如果打一栋盆 它会久很多 好,一切正常 对,没错 对,不要 除了 在那里